奶奶 您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你爷爷说了 一会儿他给咱们做一道佛手白菜 佛手白菜 这菜有什么讲究 你听啊 白菜 百财 这是一道吉祥菜 寓意着财源广进 那我肯定好好学一学 你这臭小子啊 一提语文算术你就皱眉头 一提学菜你就来事了 熬队奶 我爷爷跟我说了 我妈的手也行了 饭管她以后不用去了 那是我跟她说的 她不回了也得行啊 其实我爷爷就爱做饭 您不让我爷爷去了 爷爷多美意思 她没意思 可她天天不在家陪着我 你奶奶我还没意思呢 倒也是 爸 老爷爷 没回家完课上了 老太太就八十了 还挺爱聊 问起这个满汉全席 都是什么菜 我简单地给她说了说 让我跟他们全家人 照了两张照片 没辙 全是这一套 爸 我跟杨师傅做的菜 客人怎么说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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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辜负我 这半年多花费的心血吗 这电视大赛 也拿了名次了 手艺呢 也能应付各路的冰棚了 我的任务啊 也总算完成了 我得回家陪老太太去 我要是再不陪她呀 她总得把我修了 我爷子 这也怎么话说的这是 您还真打算正式下岗啊 临走前哪 我还想说几句 别说 芳儿 决赛的时候 你把我那玉杯搁在菜上 又给收回来了 你是怎么想的 这您问过我一次了 你上回告诉我 说是你特别想拿名次 一开始有点不自信 等菜一做得了呢 又有点自信了 是 不过翠主意还是觉得心里别扭 觉得那么做不光彩 是 芳儿 今天我告诉你 你当时干这路事的时候 觉得心里别理 这就不一 我把庄家菜交给你 就没交错人了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干我们这一行啊 重要的不是别的 就是兢兢业业的 把菜做好 成成实实的 对待每一位客人 真材实料 货真价实 意在利先 通所无欺 得意兴三个字 缺义不可 爸 我记住了 您放心吧 杨师傅 孙师傅 以后这个馆子呀 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 多受累了 老杨子 我跟您学了那么多东西 我真是三生有幸的 您的话我都记住了 您放心 没说呢 等等 爸 送你 你们都回吧 没事 爸 小心点 好 芬儿啊 今天我在家里啊 做了点新鲜的吃饭 不是 早点回家我等着你 爸 我这边肯定太忙了 走不开 再忙也得回去 行了 你们都回吧 我颠了 您慢走 爸 慢走 我爸居然说 再忙我也得回去 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了 就是这顿晚饭啊 是老爷子专门 为你准备的 这以前在庄家 老爷子从来没对我 这么好过 哪听 都许现了 画得可真够快 空谷幽兰 别有韵贝 冬五丹下勺药 春兰秋菊 眼看就要开春了 又要到兰花盛开的时候了 春季 阳气生发 我还真得给你早点背下 手无干片 起下点韭菜 帝皇阳慎粥 杜仲起春汤 春季生谷 春季生谷 再谱 甘煮春 甘暑暮 暮性可取可知 调顺畅达 饮食要善 应以辅助阳气为主 卫天哪 我这辈子强蒙你给我食补 我都忘了医院什么样了 这两天哪 你经常夜渴 赶紧把这碗白萝卜 炖清果汤喝了 它呀 清热力烟 专制你这个慢性奄奄 我喝 好 好 好